大家好我是Paul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Britney Spears終於得到了自由 我前面沒有cover,我們今天是cover他這件事情的結果結束的部分 那他怎麼了呢?或者你說他誰啊?Britney Spears就是這個女人 要是你還是不知道他是誰的話 美國的張惠妹吧,90年代動感女歌手 我知道我的觀眾群的age的demographic落在25歲30歲以上 而且男性偏女性比女性多一點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喜歡看情色文學 Anyway,所以他終於重獲自由了 你應該認識他是誰,如果你掉在那個age demographic裡面的話 回來這裡Britney Spears終於重獲自由 他的conservatorship終於結束了 要是你沒有cover到,就catch到這個新聞的話 就是他們認為他瘋了嘛 財務管理啊,健康管理上必須有別人來托管 所以這就是這個概念 conservatorship就是有一個人來被托管你的健康上 或者是你的finance上面的這些控制 那我一直記得曾經有一個報紙,他的headline 頭版頭條,我試著找結果找不到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留下無可抹面的印象 就是他寫著Britney Spears那時候閃婚 跟他的那個舞者其中一個 跑到拉斯維加是閃婚 在那個年代閃婚是很蠢的事情 那所以那個報紙就寫Britney Spears閃婚囉 然後寫了四個很大的dumb du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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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字 為什麼這個對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你想到結婚 看到這四個字,你腦袋中有沒有旋律 如果有的話,那表示你看懂這個報紙的頭版頭條 你會心一笑 如果不懂的話,我哼給你聽 這個dumb dumb dumb 像不像婚姻進行曲 du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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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了之後你就,哇,真有趣 這個下的標題真好 所以對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好,可惜找不到,那就算了 來,我們來往下看這個新聞說了些什麼東西 總之他的conservatorship終於結束了 So,所以其實有一個hashtag已經流行了很久 就是FreeBritney 我放他自由吧 So,it is no longer an activist rallying cry Rally這個字,我們在這兩週還珍常看到 Rally可以是賽車的拉力賽 也可以是就是你知道上街示威遊行的概念 所以Rallying cry就是他們的 而cry我們也看到過 像我們講到那個 Let's go Brandon 的那一集 如果沒有,趕快回去看 其實講的是 嗯,就拜登 好,所以Rallying cry 這個cry就是不是哭的意思 哦,就是叫 所以現在呢 你不再需要在那邊拿著牌子叫 Free Britney 因為她現在是一個fact 她終於變成自由人 OK 所以,the conservatorship that had controlled Britney Spears finances Personal life and medical decisions since 2008 OK OK and which for many years was controlled by her father Jamie Jame Spears was terminated Friday afternoon in the Los Angeles courtroom 好,所以這句話就先看完 然後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這一句話 sum up 它整個故事 所以這個 conservatorship 這 conservatorship 怎麼呢? 她一直控制了 Britney Spears的財務上 finances 個人生活上 personal life 簡直跟坐牢一樣了 以及她的醫療上的決定 medical decisions 你現在必須繼續吃抗憂鬱藥 我沒事啊 不管你就要吃就對了 因為我知道你有病 我沒病啊 總之你大概懂她的概念 她也說2008年開始耶 超久了 已經十多年的事情了 十三年了 OK 而且以及很多年來都是被她爸爸控制 所以爸爸真的是 而且據我知道 就看這個報導之後知道 她爸爸跟她還 他們的那個legal battle還沒有結束 法律上的這個battle戰爭還沒結束 所以這個 conservatorship終於結束了 was terminated Friday afternoon 好那這裡OK 我們來看一些其他的 這邊我抓出來一些詞好了 好 Depose這個字可以看一下 Alright 所以剛剛說了 這個battle between the singer and her father is far from over 離結束還很遠 所以他們還會有legal battle打下去 所以在一個一次法院的遞見 in the court filing last week 在遞見裡面呢 有另外一個教會叫Rosengard 我們也不用管他是誰 所以他就request來Depose Jamie Spears Depose這個字理解一下下 像當年我們講那個導扁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就上那個廣場 然後示威遊行 阿扁下台 那個時候就有出現這個字 Depose 所以Depose就有讓人下台的概念 可是他也有 常常出現在像美劇跟電影裡面 常常會有一個詞叫做deposition 你看是不是就depose這個字 直接變出來的名詞的概念 yes 所以這個deposition叫做提供證詞 這個是據我的了解 我們的法律系統沒有的東西 你會看到美劇電影裡面演說 我們現在要進行一個deposition 所以他們會用 camera錄好 然後兩邊律師載 當事人大概載 然後可能是不是還有證人得載也是 所以這就是 提供證詞 而這個證詞 雖然不是在法庭上發生的 可是這個deposition 是有法律效益的 OK 效益的 OK 所以他們要來 request來 depose Jamie Spears 所以這裡depose當然不是翻譯要他下台 這裡就是要他來錄一個口供證詞 以及 as for material related to the alleged surveillance of Britney Spears 所以他跟他要這些material 有關什麼東西呢 有關於這個據說 他可能有監控著他 所以surveillance就是監控 那alleged只是 就是據說的 所以因為還沒有確定他真的有在他身上放surveillance 所以加了一個alleged這個字 OK 所以在這個很多的一些文字裡面看到 這個叫做 據說的 這樣子 OK 這個alleged Alright 好 然後我們再看下去 throw a spotlight on somebody 這個是我下一個想要介紹的片語 好 所以他的case呢 has thrown a spotlight on thorny issues around conservatorship 很棒 這句話 什麼呢 所以你丟一個spotlight在什麼東西上 大概可以理解啦 就是聚光燈照在這裡 所以他的case讓我們去多關注到的 有關於conservative這個東西的議題 所以spotlight沒問題 所以throw a spotlight on 什麼東西 那on什麼東西呢 這裡講的是thorny issues issue是議題沒問題 加一個thorny是什麼 thorn這個字其實就是那個 尖刺 什麼東西的尖刺啊 例如玫瑰花 玫瑰花上面就會有尖尖的小刺 excuse me 玫瑰花上面有尖刺 那個就是thorn 所以thorny issue就是比較敏感的 很尖銳 尖刺的問題 有關於conservatorship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蠻 像它其實用在老人家比較多 你看這邊就看下去 which is generally used for elderly people and individuals with significant disabilities 所以要是一個重度的殘障者 或者是老人家的話 他可能需要別人來替他做人生的決定的時候 那可能他的兒女就是conservatorship 可是我們也理解說不定老人根本沒事 只是小孩子為了探遺產之類的 所以硬把這個小爸爸放到了conservatorship底下的話 那這樣就會去exploit他對不對 就會去剝削他的一些自由跟他的各種東西 所以exploit這個字剝削的意思 文章中有出現我們就不看了 OK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被拿來濫用 簡單的說 所以往下看就會看得到 so activists argue that such legal constrictions are ripe for abuse 所以這樣的一些法律上的constriction 就是他法律上的這一些 你判定他 你可以限定他行為這些的 are ripe for abuse 所以這一個字rape 它的意思原本最基礎的概念就是成熟 什麼東西的成熟呢 水果 所以機會成熟的水果成熟的ripe 大概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很成熟的可以讓你去abuse他 翻譯成中蠻奇怪的 你大概可以理解 反正就是會容易被人家濫用 or that they limit conservatee's civil rights 或者就是他們會限制 所以這個法律會限制住這個conservatee 也就是那個受者 conservateur就是控制的人 conservatee就是你把他的生權拿走的人這樣子 所以你會去limit他的一些民權 civil rights 像剛剛講的 你要吃什麼藥我來說決定 你不決定你不能決定 right 好 下一句話再把它看完 so politicians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have used the attention around Britney Spears to champion reforms 這句話 結尾得非常好 我們把這句講完大概就夠了 所以政治人物就用 Britney Spears這個議題 來想辦法來正式 然後去改革這個法案 因為現在大家關注力都在他身上 我們就趁機來好好地把這個法案改一改 因為反正政治人物也希望能夠多曝光 所以他們會比較 他們會願意碰一些比較有sensitive的 比較有media attention的這種議題 所以正好趁這個議題 我們就來修這個法令 政治人物也非常樂意 那強調一下 politicians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就要了解 這個就是在我們講的 多半就兩黨政治裡面的 左邊跟右邊的 就像我們台灣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那美國就是保守黨跟共和黨 同一個 對不起 保守黨跟自由黨 民主黨一直講錯 不是自由黨是民主黨 所以歐巴馬的跟這個 你比較熟悉的 歐巴馬的跟Donald Trump的 或者現在Joe Biden的 那以前的Donald Trump就是 總之就是 我們會說他中間有個走道 然後他在這個 反正就是爭吵一些議題的時候 就會分兩邊做 所以這個isle就分開了這個兩邊 所以當你講說politicians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s isle 對不起 isle不是附屬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你這樣講的時候你就知道 這就表示 如果我用台灣的話來講的話 就是藍綠都支持 那在美國來講的話 就是兩黨都支持 兩個大黨都支持 So politicians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中間一個走道分兩邊做 這樣OK了 那甚至還有一個概念就是 如果說今天 像我們也知道有一些 泛藍的可能跨到泛綠去 他可能在一些議題上 讓意識形態上有了改變 他跳船跳到另外一黨去 我們也會用cross the aisle 這個詞來說這件事情 像很多國家政治人物 也都做過這種事 台灣好像也是有藍邊綠邊藍的概念 所以cross the aisle 也有這樣的說法 所以總之兩邊的 所以朝野都支持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have used the attention 就用這一個 around Britney Spears 這個case of attention 來幹嘛呢 來champion reform reform就改革 champion是什麼 你可能理解champion是冠軍 We are the champion 沒錯 可是champion也有就是 我們去好好支持這個東西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 來去 來去把它變成冠軍 你這樣想或許也可以 OK 所以champion就是 去支持一個東西 support一個東西 帶領大家去 引導他的成功 所以champion something I'm a champion of something 就是我想要去 好好地支持那個東西 讓他成功 Anyway 講到這樣大概也夠了 你也懂了 好我們這邊就 單字大概就講到這裡 來我們小小的複習一下下好了 OK 我的banner剛忘了打開 他就先算了 headline 我們剛剛 我開了一個玩笑 這個headline就是 Britney Spears的玩笑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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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他的那個婚姻 非常的可笑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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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笨 Rally and Cry Rally Rally的意思 是剛剛所說的 那個集會遊行之類的 那Rally 如果是賽車的話 拉力賽 所以Rallying Cry OK 然後 Depost 剛剛有看到 他可以是 讓一個正式人物下台推翻他 Deposition 則是讓一個人去提供口供證詞 所以Depost Deposition 應該有OK 然後還有這個 Alleged 就據說什麼什麼怎樣 據聞怎麼樣這樣子 OK 然後 Throw a spotlight on something Spotlight是剛剛的聚光燈 所以我們把一個聚光燈 放在一個什麼東西上 事實上這個片語也有一個比較簡單 Shine a light on something 那這個東西就不是讓我們在這上聚焦 Shine a light on something 事實上我認為這個意思沒有說差太多啦 就是我們去 我們讓這個東西讓大家比較去理解 比較好懂 You shine a light on something Thorne是剛剛講的尖刺 所以thorny issue 下面有寫 OK 就是很 很尖銳的議題 OK 很敏感的議題 很thorny的議題 可以 Ripe for abuse Ripe是成熟了 所以一個東西 很好被人家給濫用 很Ripe for abuse abuse就是濫用 像我們如果講說 abuse 力量 權力是可以濫用的 所以濫用權力就是一樣 the abuse of power 這樣 那他也有虐待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今天虐待你的小朋友 也是用abuse這個字 所以abuse這個字還蠻多地方能用的到的 好 然後朝野兩黨 然後或者是一個國家的執政的一個 應該只有一個執政 所以我想朝野應該沒有錯 但總之在兩黨政治裡面的話 那既然是兩黨 所以就兩邊 所以both sides of the aisle isle就是中間的一個走道 好 所以在這個國會裡面會分作兩邊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Champion 最後講一個詞 除了Champion是那個冠軍之外 也有支持一件事情 好 講到這裡大家可以了 你喜不喜歡Britney Spears 我還好 我就一直以來都覺得這種 這種流行的事物 或者流行的一些偶像 當下我們多半都會笑他 sometimes we make fun of idols because we think they're stupid because we think they are they usually have a lack of depth 像我個人其實還不是很喜歡這種 主流流行文化所帶給我們的東西 I don't like being spoon fed you know with what's considered to be fashionable 我不喜歡被人家像 就拿一個湯匙餵食你一樣 餵食一些 他們認為你應該覺得流行 並且要支持的東西 so I don't like it when people try to define what's fashionable for me or what's to be likable 所以我多半比較喜歡indie的東西 我相信像我這樣也不少 說真的 所以就比較 so 我們不喜歡流行文化 we...we... I don't wanna use the word despise but I guess to a certain degree that's the word I would use so I despise popular culture 雖然 popular culture也沒什麼錯 事實上像pop arts pop arts 你的普普藝術之類的 也非常好啊 我難道有資格去不屌這個 安迪沃合嗎 也沒有嘛 but... 而且事實上說真的 這種popular的東西 in time we... at a much later date we learn to embrace them because we think they become vintage 像你就會說 backstreet boys 哇好棒喔 當年的backstreet boys 當然也很紅 可是一樣我也會覺得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這個 流行產業試著spoon feed我們 我們生了一個backstreet boys 來支持他吧 這樣子好棒好棒好帥 會跳舞會唱歌 那時候我就翻白眼 不喜歡這種 太popular的東西 but that's me you know 好anyway 就不要那麼假文青了 講到這裡好像也真的扯太遠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